嫂子 我想跟您说是吗 您确定能让人家过两天来咱家吗 我都害怕咱妈再说说话了 这不是人家对咱家印象也不好吗 我跟你说她看过咱视频 她知道咱妈傻脾气 是不是 你以后给她过日子 又不是咱妈给她过日子的 所以说 早晚要面对的 别也别不住 反正她脾气赖 叫她们多胆赖算了 主要是 人家不是说你怪好吗 是吧 反正不管咱说吧 都是能过日子 只要过来好就行 她来看人家住 反正咱家庭天天白色迷迷 她也能看见 家庭不富裕 但是也就那好几个人 我刚才凡叔来住了 到时候就是 他啥时候来的 你看看我就知道 行 叔叔要来吗 他结果来了 叔叔结果来了 对了 你喜欢他不 我两个天天回来都敢买包吃 哈哈哈 他也让你买包吃啊 嗯 哦 喜欢都种啊 那小孩们也不会说谎的 哈哈哈 那你上公司跟我爷去吧 是吧 哎 对了 我没了以上你记得试啊 嗯 对 你那姑娘没了好几十以上的 嗯 你哥没了有 你俩都试试啊 哎 人在上去啊 操作里吧 我感觉 哈哈哈 快点啊 等我试试一下啊 我跟你说嘛 嗯 那就是去给他妈呀说说这个是吧 已经父母了 你必须得要他知道 是不是 嗯 你慢慢给他说 别给他那个抬杠 对 要不他脾气一上来又不肿 反正是 你看咱妈就会说天天天 是的 反正是照 只要能得喝里头 人家对你后 千多千少都无所谓 都是你的 嗯 是是是 你豆腐人太干嘛 就是在我好好同意 对行 好 那家给我说了 我心里也踏实点了 你家一花花 把给他豆腐给他面条 放点面条再烫了 嗯 那面条你还吃了吧 我不吃 就会送点面条子 那可死了 你不吃爽味 你也这老干哥给你说了 你也过两天现在在家看 你看看你 你到时候说说客气点 不是啊 你要说他啥会 你也对咱家的印象也不好 他比咱家印象还不好了 我对他印象更不好了 这个我脸上张住的 我想说啥说啥 从我买点儿吃下去 到时候让人家人受了你 我再不给你买点 不过买点你滚 我就是给你说一下 你到时候你说说客气点 这你就败关了